進來這裡很熱鬧 哇!坐到差不多座無虛席 幸好我有訂位 Hello 大家好 又到吃晚飯時間了 後面那個呢 九龍兔豬 認不認得在哪裏啊 都是逸街坊 今晚呢 晚上來這裡吃堂吃 晚上再來 那我怎樣送先啊 牆上好像看樣樣都很吸引啊 大山廁 逸街坊都有廁食 看一下 逸街坊那些刺是 怎樣逸街坊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就不喝泥汤了 吃刺 蟹肉大山刺 不来看都看到很多蟹肉 真的是蟹肉来的 看得到 有刺 试试一街坊的刺 笔碗来看 不是了 我拿近一点来笔 两人都喜欢 又有蟹肉又有刺 很大块 很足料 很香 没得去饮之后 很久没吃过刺 嗯 好味 刀大鸡 很多次 另外那个蟹刚好 又不会太稀 太稀 碗仔翅 我觉得中国人挺聪明的 一条鱼 你不仅是吃肉 不仅是 由头到尾都不要浪费 骨就可以炸 鱼翅也可以吃 先吃鱼翅 加上蟹肉就很鲜味 整个汤很鲜 鱼翅汤也讲究 通常会用鸡汤底 还有火腿骨做汤底 因为都挺補 吃鱼翅 我们六个人 炸了死鱼翅 炸了一半 相信很多人 以前在香港都试过 鱼翅拌饭 我一人间叫多个白饭 都剩下一半 可以拌一下饭 我们吃了一次 接着就来多四个饭 还没齊 先吃着 先吃鱼翅 比较少见了 这个糖醋鱼 今天不吃咕嚕肉 吃糖醋鱼 还是很多锅气 有煙的 这个做法就是 把鱼炸了 然后再加糖醋汁 这个有姜片 有酸姜 有酸姜 真的 又有洋葱 菠萝 青椒 我先吃鱼尾 看见鱼尾就好像很脆 吃东西 加上少少的鱼肉 好了 先吃糖醋鱼 以前香港有一只鱼 叫五楼碗鱼 这一只就是鱼鱼 来加拿大 可以整条炸了来煮 口水都流了 脆中打乱 糖醋汁 味道不会太酸 是少少酸 多多甜 对 这个最好吃的 我觉得炸鱼味 我还是先放点饭 白饭任装 快点吃快点 怎样都要吃点饭 一家方的特色就是 你叫的菜是跟饭 如果我们叫得多的话 就是白饭任装 鱼鱼鱼的特色就是 上桌的时候会喳喳声 不是喳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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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豬腸就很多了 還有冬菇 豬腰 豬腰都有 齊齊了 很香 豬雜煲在外面比較少 非常好吃 極度好吃 豬腰也不會太老 還是有點沙沙的感覺 非送凡不可 還有豬腰 好吃 沒有味 對 通常豬腰很容易做到有壓味 現在完全沒有壓味 還有豬腸 我這個豬雜煲是有豬腸的 我這個豬雜煲是有豬腸的 我豬腸 在中間還保留一些脂肪 所以 不是只有一個殼的 非常夠味 很好吃 還有豬肚 豬肚很厚 很好吃 一塊豬雜煲 一塊豬雜煲 是有各種不同的味道 各種不同的質感 各種不同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 做得好是很難 這次益街坊的飯 挺好的 粒粒分明 還有飯質 挺乾身的 薑、蔥、山蠔煲 薑、蔥、山蠔煲 鍋氣很重 裡面還在 在爆 好像有火山 哇 山蠔在這裡 很棒 有冬菇 不僅僅是薑、蔥 很香 先拔個山蠔 有冬菇 OK 山蠔煮熟後 就不太大 小小 看看好不好味 嗯 很有風味的感覺 咬下去 有吃豬腦的感覺 不過 加拿大好像沒吃過豬腦 吃生蠔 就有近似的感覺 在這裡 這裡的山蠔 將那顆 山蠔很實的 那顆豬 那顆肉 是做起了 因為不會太難咬 一吃就可以整顆吃完 它給了山蠔 全部熟 加上外面的醬汁 很惹味 乾蔥山蠔煮 其實不是太容易做的 因為它通常是給熱水 拖熟了它 然後就加少許的漿粉 然後再炸 然後再加那些醬汁 很好味的 這個在家裡很難做 這個要去酒樓 立即堂吃 才可以吃到一個 剛剛做出來的味道 接著吃蝦醬 通菜牛肉 很多煙 很多熱氣 牛肉 很香的蝦醬味 很爽 除了蝦醬 還有加些薑 酒 這個通菜是很好吃的 加牛肉 牛肉也夠了 醃也夠味 這個一定要順飯 不過不怕 白飯任裝 尖椒豬頸肉 這就是尖椒 這就是尖椒 通常會用尖的辣椒來做 尖椒豬頸肉 至於辣椒 辣不辣 廚師都未必知道 每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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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不知辣不辣 吃過一支 嘩 嘩 少少辣 都還受得起 加上這支頸肉 嘩 原來很惹味 要送飯 真是辣 豬頸肉 很爽 所以又叫做豬爽肉 麵豬燈的肉 因為味道剛剛好 不會太鹹 又不會太淡 總之 送飯就剛剛好 很爽 還有一個尖椒 加上豬頸肉 兩樣都是爽的 還有這個很划算的 椒鹽蝦 7元 很大隻 雖然是特價 我還是很多隻 都不少 這個要下手了 吃蝦 最重要是吃蝦頭 好味 炸到 真的 它不是很鹹 但是炸得很脆 蝦頭 都可以吃 整個當然不行 這隻蝦 那隻蝦肉還是很實 還有外面的粉 是很薄 吃一下蝦頭 是否脆 蝦味 很夠味 蝦 我覺得椒鹽蝦 比白鳥蝦好 因為白鳥蝦 我自己在家也做不到 椒鹽蝦 就一定做不到 吃完沙飯 一街坊 還有豆腐花菜 不只送飯 還送豆腐花 很香的豆味 其實這麼多種甜品之中 我就比較喜歡豆腐花 特別加拿大的豆腐花 是很香的豆味 加一點糖水 就已經是很好吃的甜品 如果有陳皮紅豆沙 那都OK的 但是我還是喜歡吃豆腐花 以前在香港要吃豆腐花 就說要去到沙田山水豆腐花 加拿大沒有山水 就有冰水 所以冰水豆腐花 做出來很好味 我覺得走家用豆腐花做甜品 是很聰明的選擇 因為可以整桶買回來 然後要吃的時候 就給客人 加一點糖水就可以了 好省工夫 又好吃 又好吃 嫩滑 有甜品的晚餐 才是完美的巨號 我家人說的 話這麼快 又吃光 那我就把有關的資料 放在我描述欄那裡 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可以按開來看看 還有麻煩大家順手訂閱肥斯拉雅咪的頻道 點讚留言 按下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大家 多謝 下次見 哇 大家聽不聽到 周圍都很多聲音 因為這裡很悶 去一街坊吃了這麼多次 其實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它的豬雜煲 因為很有在香港粗菜館 去蔡蘭那間 吃它的炒豬雜的回憶和味道 但是我覺得一街坊更加好 因為它用小煲做 熱度和味道香味 都是非常惹味 如果能夠加多些燒酒 就更加香濃 可以想想加上豬芯 更好 那我在加拿大 我覺得是 食口豬雜的話 一街坊是一流的 走了